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我一想到许子言和别的女人在一起 我就头晕 许子言 我又晕到了 我记得我明晕在诊室门口来着 我晕了多久了 三个时辰 再不醒我就把你埋了 我 白天他们忘了吃饭了吗 能忘了吃饭不忘赚钱 赚再多的钱也带不走啊 你不对自己负责也要对别人负责 出了问题只会给我添乱 你要干吗 你要去赚钱啊 我感觉我没什么事了 什么你感觉 你是大夫我是大夫 你啊 你啊 整天病痒痒的 也不爱喝药 出去只会给我药不丢人 我 你啊 整天病痒痒的 也不爱喝药 出去只会给我药不丢人 我 我 你给我出去 坐下咱们 快 鬼子 不会送花去酸臭 还挤得我包养得比她好 许子爷 你的香囊怎么有股药味啊 如果你不能按时吃药的话 我给你准备了一个香囊 里面加了海马 鹿肉 当你快要晕倒的时候 就拿出来闻一闻 这样就不会晕倒了 还有 以后要按时吃饭 不要总让人担心 人生路漫漫 你不知道你会陪别人多久 也不知道谁会一直在你身边 既然我们相遇了 那就好好一起走过这段路 不负烧花 不负相遇 可以吗 李子言 你真好 你知道就好 你知道就好 赵姑娘 我觉得此事不妥 这入股是悟股 婚姻是婚姻 怎么能混为一谈呢 你若是执意要我跟徐子言和离 那我也只有匿为玉岁 不会完整 赵姑娘 你就入股吧 求求你了 天涯和初五芳草 非得就是徐子言不放干吗呢 对吧 我跟你说啊 这个徐子言睡觉 不洗澡 不洗澡 还不上牙 她睡觉还打呼噜 可吓人了呢 情报带你去了 她不洗澡 什么事 她不洗澡 谁不洗澡 或者把他拿起来 她不洗澡 可然是 他怕不洗澡 那天不洗澡 以为谁 你可以洗澡 你不洗澡 你不洗澡 我小偶照 老五 want 你用不洗澡 有什么洗澡 你用不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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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洗澡 你用不洗澡 我听伙计说 少夫人今日要和薛夫子推荐的 合伙人见面 二人相谈圣欢 许姬小石殿马上就信薛了 怪不得昨日那般风水 原来是搬出吃老苦 赵姑娘 虽然我不知道你从哪听出 我和薛子言的事情 但我无法答应你的要求 难道你不想要这笔钱了 要 可是薛子言我不能让给你 看来你和薛子言 也不是毫无感情啊 虽然薛子言她平日里 说话很难听 让我不痛快 而且总是把不爱吃的菜 夹给我 半夜还喜欢拉我起来练舞 并且 喝了 费什么话 赶紧喝了 良药苦口 快喝 喝了 你 还经常逼我喝一些奇怪的药 但是吧 它在我的心里 已经 已经什么 它是我的合伙人 合伙人 这个词很有意思啊 人生路漫漫 不知道谁会陪在你身边 而你又能陪伴别人多久 见相遇 那就一起好好走一段路 不负相遇 不负韶花 对吧 没想到 夏姑娘还是这么感性的人 我也没想到 既然这样 那就说我不能与你合作了 别呀 赵姑娘 这样 许子言不行 那叶文章行不行 叶文章可比许子言还要高一点呢 我除了许子言 谁都不要 真是可惜啊 你再考虑考虑呗 松科 请吧 夏姑娘 你真的不考虑考虑 不行吧 这茶都凉了 换一下 看来你对你的表妹也不是很了解啊 他们夫妻二人情比金金 你这招棒打鸳鸯 不起作用 赵姑娘说的事 使我草率了 这是给你做的账 拿着这个 去城府寺报仗 保证万无一失 那就多谢薛大人了 不过我好心提醒 这沙子呀 越抓越紧 该放的时候 还是要放手的 多谢赵姑娘提点 但这世间的琴 不外乎 云中谁寄锦出来 燕子回事 越南西楼 薛大人文采斐然 小女子佩服 徐子言啊徐子言 都说哄愿祸水 我看你这是祸水中的祸水 哟哟哟哟 这刚刚还去莫里 怎么突然就下雨了 这是我一路看不起 哎呦呐 好 好